小圆圆 新开的锅 尝尝我的手艺 小圆圆 虽然说今天是开业的大喜日子 哭呢不是很吉利 但你也别勉强自己笑啊 会憋坏身体的 哭 可以吗 圆圆 想哭就哭 千万别憋着 对 千万别憋着 千万别 明明谁家餐厅是为她开的 结果出去都没有人 对啊 你都对她这么有心了 她也太铁实心肠了 这种男人不要也罢 对 不要也罢 不不不 不能怪她 是我自己 是我自己 太有心心了 对对对 都怪你都怪你 是你太有心心了 你怎么就怪我呢 你怎么就怪我呢 不不不不不 我还打算欣欣妈妈的跟她表白一次呢 那 那我现在怎么办啊 坚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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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她做这次决定 一定是经过生死熟虑的 那我就支持她 我一个人 也会完成我们继续 开餐厅的梦想 说不定哪天她回来了 我们这个餐厅就变成一个连锁餐厅 也算是 对我们感情的一个交代 对 这才是乐观的小圆圆嘛 嗯 给她时间 给她充足的时间 又不是不回来了对吧 对啊 她又不是永远不回来了 万一 如果 她要真不回来的话 她就是一送包 对 送包 说谁是送包呢 好 我没跟你说过吗 我的小名叫日日 因为名就是在 你的名字也太孝帅了吧 不会吧 我叫日日 你叫月云 多半了呀 真以为我走了啊 嗯 我本来啊 确实打算走 而且 永远都不回来了 可是我一想吧 这个餐厅 怎么着也是借我的名义开的 万一被你开黄了 岂不是砸了我 温静晨的招牌 我就知道你舍不得我 你们看嘛 我说我没有盲目自信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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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说我没有盲目自信 我说我没有盲目自信 那你还愣着干嘛 你不是说了 要重新追我吗 师父 我 我可以做你女朋友吗 嗯 是爱情吗 让我不法自拔爱上你 哦 是你呀 为你允许偷走我的心 哦 我 我该怎样 怎么也能经验 我对你说我不爱你 怎么样才能打动你的心 哦 哦 是爱情吗 让我对你一见有钟情 哦 是爱情呀 就连自然也解释不清 哦 就算其自然的爱上你 就这样想要先的爱上你 找不懂的真心 你